根据交通部统计 截至去年底 国内知晓客车的数量 已经超过620万辆 当然也需要相当大的 维修相关服务人力 但是近年来 社会人口结构和产业形态的转变下 造成气修人员大量短缺 为了了解缺工情形 劳动部和季职院校 共同办理了产训合作专班 让想转业和想继续进修的民众 可以透过自业训练 达到自己的转业目标 在气修班的课堂上 学生们专注的听着老师讲解 汽车修复的基本原理 还有电力系统的知识等等 主办单位表示 学生成员分别来自各行各业 大部分是喜欢汽车相关类的工作 并且想要转进这一行 在那个卖场学习那个东西也不多 然后钱也赚得不多 想说因为刚好其实对汽车有兴趣 想说就转来学做修车行业 然后可能以后会做其他可能 变成那种卖精品那种的 我原本是在家里做水电类的 因为我是学电机科的 所以会对电器比较了解而已 然后只是因为家里就是 就是买多车子跟汽车 然后就想说邻居想有时候想要帮忙 修理的时候就是因为当初不会 然后想说上来学习 然后就是学完汽车之后 回去就帮他们就是免费修理 然后除了拿材料钱以外 汽车科讲师李锐进一边在课堂上 希望向学生们仔细讲解理论知识 同时也让他们实际操作汽车电力系统 就是希望给在汽修方面 是初学者的他们 加深脑海中的印象 这样学到的本领会记忆更长久 更能在职场上发挥所学 是来自台湾各地来的 他年龄层娴熟很大 有些是失业 有些是待业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 教这些学生 我们有24个学生 教完他有16个踏入职场 所以他的就业率先非常高 那这次来到这边 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来教他 讲师李锐进在汽车引擎盖前 向大家讲解汽修操作步骤 学员们都凑上前去认真的听课 而在这一班的学员当中 也有年纪稍大的长辈报名参加 今年58岁的姚清新表示 会想要来参加四对汽车维修课程 有浓厚的兴趣 因为本身就是也有这个兴趣 也就是有这个机会 都学一些技术 跟本身也都有 应该都可以用得到 多多少少吧 都可以用得到 那自己有失业吗 还是说转业 中年转业这样子 目前是待业装 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还是会去就是跟现在做的 学的会去继续做一步的认识研究这样 讲师李锐进表示 姚清新在课堂上时勤奋作笔记 在汽车维修实务操作时 也很认真的参与 所有学员们都抱着积极学习的态度 因为有这样的精神 李锐进相信大家一定能够 早日进入理想的职场 我自己曾经是个失业劳工 我用我失业劳工的角度去教他们 所以给他们就是要如何面对 中年失业或是少年没办法进入职场 不知道如何进去 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 所以给他们非常能接受我们这种教育 劳动部特别和职讯学校合办汽修科 一方面采用小班教学方式 让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学习和提问 另一方面希望透过学校里的汽车做实务教学 让培训的成员们可以摸到车体和引擎 在经过650小时的训练之后 主办单位也会鼓励和协助学员们考取证照 另外还会帮助媒合企业的职缺 希望让学生们在节训之后 可以立刻学有所用 同时也解决产业界缺工的情形